当时飞行员正驾驶两架战机 以超低空姿态穿越山谷 位于掌机后舱的是新飞行员屈坤 身在前舱的是他的飞行教官梁礼斌 飞越一个山谷的时候 我在正常沿山谷飞行转弯 转弯的过程中 我看到转弯的方向 头顶有一大群鸟 而且个体还比较大 在我们的飞机之上 比我们飞机高度要高 当时我就给后舱说了一句 看一群大鸟 突鱼鸟群 两名飞行员立即调整飞机姿态进行躲避 可意外还是发生了 一只落单的飞鸟迎面撞上飞机 前坐舱盖80%的面积受损 当时离地面高度100米左右吧 100多米 然后撞的一瞬间飞机抖动的厉害 然后气流也很大 无线电完全听不到了 就是撞的一瞬间有点懵 然后紧接着以后就开始反映 现在是低空 我要上升高度 然后我跟前舱就同时 带杆上升高度 失去了坐舱盖的保护 一股三倍于17级大风的强烈气流迅速关进坐舱 巨大的风声掩盖了机场塔台传来的指令 危机时刻 他们只能依靠自己 然后就下意识地就带杆 使用门减速上升高度 这个当速度减小一点过后 飞机基本上抖动 有所减轻 这个时候平线里面的画面 基本上能看清楚一点 检查飞机发动机工作好的 转速温度都是好的 前舱通过摇晃建设杆 然后我摇晃建设杆给它回应 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动作 我知道了前舱是好的 前舱也知道我是好的 然后这时候我的辽机起于上来以后 它就是我们的无线电和眼睛 这个时候我就用手势给它交流指挥员的意图 我必须准确地把塔台的指挥意图 传递给我的掌机 在塔台的指令和辽机的辅助下 梁宇斌凭借多年飞行经验 上百次调整飞机姿态 最终将飞机稳稳降落在机场跑道 今年来我们特别注重高难训练科目的特勤处置演练 通过细化各科目全程应急预案 不断强化飞行员的自主准备能力 使参训飞行员熟练掌握特勤处置的方法 程序和注意事项 提高处置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素质